那個database大部分都沒有加密 Gate回來之後有沒有 你用那個 就是有一些可以開 他副檔名是點db嘛 大部分都沒有加密 所以你打開之後裡面所有的東西 像早期我抓出來之後有沒有 FB上面的 通就是那個聯絡人 或者是他的 那個那個談話內容 Line也是一樣 還像什麼WhatsApp也是一樣 裡面都可以看到 櫻木了然的東西 還有你這隻手機裡面的簡訊 即便你已經鎖了Sync卡的密碼 還是可以把它Gate出來 那當然這中間就是有 一定有需求的嘛 所以你當然不只是設計 設計只是說 一個點 只是說你剛好設計的某一個App 是大家都需要的 那這個App的話相對的 他就是有他的一個附加價值 那當然不只是 設計啦 還有應用面 你怎麼去解決某些問題 所以你還是要對 整個Android的系統非常了解 比如說他安全性 他有哪些安全性 跟以前的Windows有什麼差別 對 那你當然就可以 可以比較快的 了解說有哪些需求 那這個需求其實就是商機啦 其實在這東西 就背後其實 所以可以換 想一下 其實機會就來了 因為這種東西 他只會越用越多 不會 不會停下來的 而且一隻手機換一隻手機 我最近看到 好像Apple要出6吋的樣子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是當然有點慢了 他 Apple 5才4吋 感覺真的是 太小了 現在好像動不動 任何一家都是出5吋6吋的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第一個就是 我把那個 剛剛說明一下 就是有關環境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你會看到這兩個按鈕 第二個的話就是 在 這兩個 第一個是 你要去 setup 你的那個 Android Manager 那當然 點進去之後 其實是沒有反應的 那我們做了什麼動作呢 就是去下載 下載到我這個幕屋裡面 這個 這個有個Android SDK 那我講過就是說 你可以去下載的是 Other Patterns 裡面的那個 離線版 不要安裝版 因為這樣好處是你將來呢 直接就設定好之後 這個環境 Ready了 那設定的方式就是直接從喜好設定裡面的Android裡面這邊 去把它做一個更改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是放在 Distop 底下這個路徑 不過如果將來你搬動了嘛 你搬到另外一個桌面 路徑沒有 變你就不用更改 可是有可能那個名稱會變 你在這邊再改一下 就OK了 那裡面我裝了 2.33 因為我大部分都開發完 因為我都會有2有3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你現在雖然是最新4.3 但是建議你不要直接開發4.3的 為什麼 因為你開發4.3 現在沒有手機是 是4.3的 所以你開發出來的這個App 沒有人可以down 因為它會向下相容 懂的意思嗎 就是說你的版本如果是 開發的是4.3 只有4.3的手機找得到 就是你在Google Play上面 假如你是4.3 它就是 去找4.3開發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你開發的是 2.33好了 那他就會去找 這些你的手機 它是2.33之後的版本都找不到 但是2.33以前的2.2 2.1就找不到 所以越舊的手機找不到新的App 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舊手機找 奇怪 看為什麼別人手機裡面可以找到的App 我找不到 那就是因為你的版本太舊了 所以如果你的是2.33的 你找不到4.3級的App 為什麼 因為它 舊的手機只能裝舊的App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越新的 也就是說你要相架相容 所以大部分 那應該以哪個版本 做切割的 其實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有沒有 在那個Android裡面有統計 目前最大的市場 還是在 2.33之後 所以